他是我的學長 那我的挑戰禮物是 一個小小的杯子 也是在用一個聖書女子的方法 社群家教他們的心跳 我知道我在講這個地方 然後那個型號是他們的色彩 聖誕訓 然後其實我蠻喜歡這個 故意自己因為 其實比較覺得他比較適合 種一個小小的衣服 可是我原本想這個衣服 但後來我覺得 讓女朋友有這個 好,那我要說我的故事 我要說我的故事 我要說我的故事是 有一個民族 他不會說話 但其實 他的祝賢並不可以說話 在傳說中 所有的民族 都是來自同一個天神 生出來的 但那個天神不僅是 孕育了他們的天神的手藝也非常好 他有一個非常拿手的料理 是做一個類似下午間吃的奶肉 他有很繁複的手法 是當做好的時候 你要先安靜的放 放了一個碗槍 然後他才能夠真正的碗槍 那有一天他做好了 他那天天晚上把工作都做好以後 第二天他現在有人偷吃了 那一定是他孩子中的一個 所以他就把他的孩子 到面前問他說 你是誰偷吃的那個料理呢 沒有人說話 那他第一次他就很溫和的跟他說 中皇的話是會受到什麼 你希望不能勾在一個樣子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練過 結果第二天他在做的時候 又被托吃了 他甚至有點生氣的跟孩子們說 不是誰會承認 可是還是沒有人承認 最後那個天神還是說 希望我們下次沒有這個樣子 因為你真的會受到很大 結果第三天又被托吃了 這次天神就很生氣了 他就說 然後在某個宗教的傳說裡面 光是天神叫了某個 新途三個大名威 然後後來那個新途 就被倒掉在十字架上吃掉 我是用什麼不要扣飯 為什麼 對 你們在這樣說 一定會受到懲罰 然後第四天 第四天 第四天 後來當他把他的孩子叫到面前的時候 發現他的孩子有一個 從此世界上就多了一個女人 他的子弟就是說話 為什麼不會說話呢 因為他的舌頭就黏在 那個料理上面 好棒喔 超強的喔 超強的 好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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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沒有 誰 我沒有 我猜過了 我猜過了 那不然再來 還有誰沒有拿到 還有誰沒有拿到 一啊 兩位 好 一二三 好 沒有 那我 我把他開來 欸 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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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超響的 超響的 是真的 我也在想換你 所以 其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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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